好了 下面再来说一说刚刚在国内上映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 听说不错哦 那为了这个给影片造势呢 本片的导演巴子鲁曼呢也是亲自来华 不但大秀中文 更是跟好友张子怡呢 来了一个亲密互动 你好 高兴 真欢迎 你好 老公 亲的盖 谢谢 好莱坞三地大天《了不起的盖茨比》 在北京举办了红坛首映仪式 曾经举讨过《红墨房》 罗米欧与朱丽叶等经典电影的该片导演巴子鲁曼 也专程来华参加中国首映 风趣幽默的巴导不光喜欢用中文打招呼 还跟风玩起了微博和一位中国女星互动起来 我15分钟后就要见吴宇森了 你这会儿要是看我的微博 肯定会有一位很著名的中国女明星在微博上问 你在哪儿还没过来 张子怡 你在哪里我的女神 你不打算今天看我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吗 巴子 我刚拍摄完 在嘎那电影节开幕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 那是一个美丽的电影 让我们相约今晚的聚会吧 有趣的是巴子鲁曼此番中国行 要参加央视的开奖了 主持人与张子怡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 就不连刚刚参加完的巴导 对其也是有所耳闻 但对于具体情况巴子鲁曼却不愿多谈 说到这个男士 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 我觉得他对参加这个节目的年轻人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励 子怡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 至于这个恋爱的新闻 还是你们自己去想吧 看来导演巴子鲁曼 对中国朋友还真不错 用心保护着小伙伴们的秘密 作为莱奥纳多 说自泰坦尼克号后首次接拍的纯爱情电影 凡是谈起此片 众人不约而同的都会说起莱奥纳多 听说这个故事是一个爱情的故事 所以然后Leonardo演的爷们了 男人演是应该还好看 你喜欢你买谁啊 应该是Leonardo吧 如果要把他上场就交给你 你会给他安排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他想演什么都好 我听他的 对 дис Еще通关系 听说真的